Poco Piano 我們今天就到第十九頁了 我們這首歌又是要做小偵探 看完整首歌 看到小螞蟻在暴躁 所以題目寫著 Soldiers Marching 要看看Brizzly 即是要彈得很活潑 看看有高音譜號 Trabble Clap 或者叫做G Clap 對 是給右手右手彈的 跟著就會有到好像耳朵一樣 這個是Bass Clap 或者叫做F Clap 低音譜號 是給左手彈的 看看拍子幾號 Time Signature Four Four Time Four Quartet Beats in a Bar 每一個小節裏面 這個叫小節 一個小節裏面就會有四拍的 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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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個四分音符 Quarket 就是四分音符 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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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等於四拍 夠四拍就加一條Bar Line小節 好了 我們數一下有多少個小節 Bar One Bar Two Bar Three Bar Four 這首歌是有四個小節的 Four Bars 接著結尾就有兩條線 這個是Double Bar Line 雙小節線 看到兩條線就彈完了 這首歌 好了 你會發現 這個出版社非常之好 它很細心 穿著第一條線 油了橙色 穿著第一條線 這個音就是高音譜號的 E 在Line One 第一條線的E 好了 接著低音譜號 第五條線 用藍色來代表 A 看一看琴 這個是Middle C Middle C C D E 穿著第一條線的E音 就在這個位置 左手A怎麼找出來 Middle C在這裏 C B A 三手指就彈A音 手指位 它很細心 用三手指是我們最強的手指和最長的手指 就會平衡得比較好些 還有容易屈曲的手 還有三手指可以撐起整個手架 Nuckles會出來 沒有那麼容易會凹凹 所以 像把傘一樣 撐著 撐著 整個Nuckles要做好 又是輕輕握著小拳頭 就會看到Nuckles 帶關節出來 很重要 還有第一個關節一定要站好 千萬不要這樣凹凹 千萬不要這樣做 沒錯 Hailey做得很好 對 站穩 Joint First Joint Second Joint 和Third Joint 都是不可以凹凹的 因為有些小朋友 連中間的關節都會凹凹 所以多些玩泥膠 做一些小肌肉的訓練 手就會強壯很多 好了 所以這本書是非常之好的 很多東西都是非常之細心的 專門用三手指來彈 用Strong Fingers來彈 好了 接著我們還要看拍子 有些什麼Rhythm Name 我們要留意 黑蒙蒙有支棍 這個是Tah 只有一個心心 就是一拍 然後有圓形 有支棍的 有一個Note Head 透明的 有支棍仔 有支符桿 一支符桿 是Half Note 沒錯 兩個心心就按住兩拍 然後最後就有這個Great Big Hole Note 四個心心 要按足四拍 四拍 好了 Quartet 就是英國人用的 或者可以叫做Quarter Note 美國加拿大人用 這個Minim 二分音符 兩拍 Half Note 就是美國加拿大人用的 英國人就叫做Minim 中國人就叫做二分音符 Tah 就是四分音符 一拍 這個雞蛋 英國人叫做Semi Breathe 全音符四拍 美國加拿大人就叫做Hole Note 我們現在小時候 我們就要先做Rhythm Names 即是說練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唱 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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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 Note 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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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Big Hole Note 第二樣東西就可以唱Litlinim 音符名 E A E A E E 第三次彈的時候就可以唱Selford Names M 是Me L 是La 還有一件事可以教大家 這首歌其實是A小調的 老師就會告訴你 我們順便就學這個A minor的5 finger scales 手指公放在A音上 A B C D E D C B A 唱Selford Names L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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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隻手一起彈 另外在第二小節有些 repeat note 我們要記住要上手碗 千萬不要按住它 我們要專心的 手指好 上手碗 不要按下去 上手碗 手指垂低 不要反手 反手也要壓住手 當然也要用一個 heart beat 機 否則很多小朋友都會 咪啦咪啦咪咪咪 那就閉加火了 拍子就沒有了 steady pulse 對了 我們先按一下 用88 一分鐘又88下了 1 2 3 4 你留意一下我怎麼數 四拍的歌仔 第一拍最重 第三拍就是第二重 以4拍數輕一點 千萬不要拍到 1 2 3 4 1 2 3 4 這樣拍就沒有節奏感了 1 2 3 4 1 2 3 4 準備好 咪啦咪啦咪咪咪咪 啦咪咪咪 啦咪啦咪 2 3 4 彈完要上手 千萬不要 彈完 千萬不要 這首歌就是兩個小節一句 完整一句後就會呼氣 再唱第二句 所以短短一首這麼簡單 四個小節的歌 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學了Steady Pulse 學了A小調 A minor 又學了用拍子機 Metronome 很多Musical Terms 音樂的字 小時候就要開始學 還有最重要 要留意手形 和要數準拍子 一定要用拍子機幫忙 因為小朋友一定喜歡衝快 很正常的 全部人都會衝快 所以不要衝快要穩定 就靠拍子機幫幫我們 只要唱拍子 Rhythm Names 唱音符名 Letter Names 唱Sulver Names 已經可以練到三次了 應該這樣每天都練 下個星期 老師就會覺得你 好有進步 好熟啦